这是我第一回讲话之一 在两位开始放狠话之前 容我多多地托付那么一句 请两位讲一些绿色健康 讲文明的狠话好不好 来 加油 讲狠话开始 这以前三点两度说我们是臭脚 我看现在男人说也挺臭 哎呀 范畅导 你太客气了 再臭还能由您脾气臭 有 一句话气势到位了 大家好 我是杨明 CBA辽宁队主帅 主要负责帅 太帅了 艾伦你别怕啊 今天在这我就不补偿你了 机会有了事 在这还骂你啊 等于家伙犯不上 但是周琪啊 我高低得说你两句 你那个成名之战啊 我正在电视台做这个解说嘉宾 本来以为稳赢了 结果光一个失误干加实了 本来回去的车啊都叫好了 怎么办 只能取消 那取消订单总得写理由吧 只能写 有内鬼终止交易 再说那场上啊 谁还有心思打加实啊 那都想打周琪 这个时候吧 就要看教练的 得安抚队员情绪 同时思路要清晰 虽然他也想打周琪 但从这一刻开始 打周琪容易引起国际纠纷 明明都是中国人 大家和和气气的 最后啊比赛输了 那得赶快改一套 安慰球迷的词啊 我这哪会啊 只能参照一下 这方面经验非常丰富的 国足解说 这个中国队 理论上还有出现的可能 但是 留给中国队的理论不多了 这不看球的可能不知道啊 周琪的失误啊太低级了 低级到什么程度呢 就好比我这个教练 比赛快输了 我就要一暂停 我跑去给拉拉队画战术 结果抬头一看呢 还是对方拉拉队 你说这是正常人的干的事吗 但是呢 说归说啊 我特别佩服周琪的心态调整能力 这事要出在艾伦身上 就他这性格啊 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 但是呢 艾伦啊 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人家压根啊 也不传球 我作为教练啊 看周琪打球啊 挺着急的 天赋特别好 但是吧 这个态度差点意思 在场上呢 也不主动跑位 球来了也不使劲打 球溜了还无所谓 这球打的吧 跟渣男似的 不主动不拒绝 我还不负责 你说好不容易去趟NBA 让你上场了 也不好好打 这哪怕是垃圾时间啊 也得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垃圾时间 什么意思 用杨丽的话说 这就是男人的时间 就要打到男人一点 又一点 是吧 上去插着腰溜达 球没进你不抢 球进了你股掌 你是教练的啊 这一点啊 你就应该学学习 人家女排精神 敢打敢拼 作风硬朗 周琪啊 以后咱打球啊 娘们儿一点 别老爷们儿唧唧的 今天啊 范之义范之导也来了 前国族队员 现役拳击手 这个脾气确实不太好 喜欢打人 我也不敢吐槽啥呀 因为一会儿讲完吧 我俩还得一起 回到那备战间小屋 备战间里的范之导 那是真备战 一直备战着呢 当年范之导啊 还是球员的时候啊 因为不满意裁判的判法 还打过裁判 本来这裁判 要出一张黄牌 结果他一拳上去 裁判一口血吐出来 这黄牌就变成了红牌 那红牌啊 都是用裁判的鲜血染成的 你说你这也是老将了啊 在场上你不打门 你就打裁判 对着裁判你开大脚 是不是这个小时候的儿哥 听错了 裁判的头儿 橡皮球 我一脚踢到百国大楼 当然啊 打裁判肯定是不对的 范之导跟我一样 都是球员转型到教练 很多人都觉得 我们教练脾气大 张口就是骂 那没办法 我们职业氛围就那样 哄着来那不乱套了吗 啊 琪琪啊 球又丢了 没事 咱再买一个 球啊 不喜欢传球啊 没事 咱家艾伦就喜欢这个 多抱一会儿那咋的 这样能行吗 那范之义带轻薰队也不这样啊 何况我带的还是一线队 现在这两人啊 这综艺也上了 你看这小头也烫了 听说还有盐粉了 盐粉这群体啊 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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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尔帅到我 太帅了 太帅了 太帅好帅了 一开始啊 心里肯定美 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 所以你俩啊 你就好好打球 至于小粉颜值的观众 冲教练来 光是满意 谢谢大家 我这位CV 很关键主要的两人 谢谢 哎呦 我天呐 我滚了 最深的也很久 还好 只能碰到这种 有请 有请